然后接着第八篇我们看见 神在荣耀的基督国中间来说话 我们需要看见 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在旧约里面 神就是在遮罪盖那里 在两个基督国中间来向人说话 而且这个向人说话 其实是说到神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 是与他子民这个最亲密的关系 才会在遮罪盖中间 还有在两个基督国中 荣耀的基督国中间向人来说话 那今天我们需要羡慕 照会中有这样的说话 我们需要羡慕 我们能够与神这样面对面 得着他的说话 与他来往 然后最后说到这个点灯 前面是说到神在两个基督国中 荣耀的基督国中间来说话 我们知道这个说话就会带进他的光 因为在第八篇也说到 神的这个光是从荣耀的基督国中间发出来的 然后到了第九篇讲到这个点灯 这是非常宝贝的 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拔以寝行之前 他们就在民述记的第八章头四节 专特的只讲到圣所侍奉里面点灯的事情 圣所里面有很多的侍奉 但在这里不提别的 只提点灯 因此我们需要看见这个点灯有它专特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是说到 当我们在会所里面也就是在会幕里也就是在照会中的侍奉 需要有正确的点灯 这个点灯使我们的侍奉 使我们行动有正确的方向 弟兄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又要有这个录影和现场的训练 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姊妹 进到神的话里面 而且在这个初安吉记二十七章 那里有说到这个点灯需要拿倒成的橄榄油 而且需要有专特的人 就是祭司他们来把灯点着 这个而且要常常点着 这个就说要使光能够上升 因此我们在照会中我们的声言 我们说主的话 我们进入主的话 来把主的话说出来 就能够使在照会中有正确的光 使使照会中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侍奉都有正确的方向 阿们